佩里慈激志工第一次在华都亚亚慈激环保站举办睡末祝福 邀请七十三位民众前来参与 一起以感恩心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三个月前启用了这个环保站 然后接下来是睡末祝福 我们就是用给阿德们认识这个地方 就是用治理来做这个睡末祝福 来给他们认识 我们日里的志工不多 由其他区的来扶持 帮忙圆满这个活动 卢香站手语演绎以及此期到当今 让社区民众见证志工的精神理念和付出 从中有所感悟 一个朋友他来了之后 他就是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是这样慈悲是这样愿意帮人的 他说他会尽量抽时间 每个星期来一次来帮忙做环保 屋子啊现在很多都是卖掉 然后又要买新的 然后他们又不断地建造新的房屋 也是要砍伐很大量的树木 所以砍伐大量的树木就影响到这个地球就会有地震啊 什么海啸那些啰 所以这个地球就给人类慢慢慢慢的破坏啰 所以我觉得环保这个是你们你们这个实际的做这个环保 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啊 全世界啊都可以推广出去哦 手持新灯祈愿天下平安 领取付贿红包 接受证言上人的祝福 人人付贿增长 大海新闻张爱全蔡迪根马来西亚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